第一手观察 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关注焦点 相关议题我们访问中央社驻本人记者邱国强带第一手的观察 国强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国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云南省兆通市鲁电县在3号发生的强震 您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当地的一些情况 跟讲究情况 这场强震是发生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在云南的东北部 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山区 然后它离云南的中心昆明也蛮远的 然后它也稍微靠近四川一点 但是实际上它几乎是在四川和云南中间一个比较偏僻的山里面 叫鲁电县 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 所以说它在那个地震一发生之后 然后再加上当地的那个经济比较落后 当地的房子多半都是用砖盖的 或者是那个夯土盖起来的 所以说抗震的那个标准是比较低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说它的规模是6.5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浅层地震 深度只有12公里 所以说它一震 震出来的那个震感就非常的强烈 然后再加上那边的房子 抗震的那个标准比较低 所以就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亡 那现在附近各省区的救援 还有医疗的人员都已经赶往现场去 那也有不少的媒体赶到那边去采访了 那现在陆陆续续传出来的消息就是 当地的情况光从这个照片跟这个影片上面来看 这个灾情是蛮严重的 不过现在是说那边的有一部分的那个水电 主要是电已经抢通了 但是抢通的它前提是为了要救灾 那在这个灾民的生活上面呢 所需要的这个水电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目前灾民在那边的生活的情况 并不是十分的方便 是 国强我们晓得当地有没有一些天后状况 或一些情况对于抢救是要关注的重点呢 那在3号地震发生那一天的下午跟晚上一直到深夜 其实那个地方是一直在下雨的 那一直在下雨呢 就对这个救灾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你就可以想见那个地方 目前因为这个天后不良 对这个救灾方面所造成的这个影响是比较不利的 那云南这次发生强症呢 各界一些援助捐助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在大陆因为有媒体的大幅报道 而且加上他们那个伤亡人数蛮多的 所以现在各界的那个救灾物资啊 就统统都涌进了那个灾区 那也造成了一些这个运救灾物资的车辆 跟一些各界来送物资的这些爱心的这些民用的车辆 跟官方的车辆一起塞在那个路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变成说因为那边那个灾区的连外交通并不好 它可能只有一两条还是两三条 然后再加上有些道路已经弹方了 所以说现在车子要进去并不方便 然后可是现在又有过多的车子想要进去 所以现在就形成了很多人在那边 就是塞在路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根据一些这个媒体同意啊 到那边去采访 那有些路段他们实在上过去就只好用步行的 那步行除了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山路摊放 那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塞车 那走进去说不定还比较快 虽然很辛苦 所以这个抢救情况是相当的困难 而且危险了 也希望赶快能够把这个状况解决 好我们另外再看到就是近日在海峡两岸 就是包括台湾的高雄还有大陆昆山 相继发生爆炸事件 其中一间在昆山的台资工厂的2号发生爆炸事件 国强那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这个事情坦白讲 这个爆炸案啊 现在目前初步查明是因为这个厂房里面 弥漫了这个粉尘 因为这个粉尘本身 它就是一个易燃的物质 只是说它散布在这个空气里面 你只会觉得这个空气脏脏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 对这一类的东西不是很了解的民众 你根本不晓得这些脏脏的这些灰尘 其实它就是一个易燃物质 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粉尘弥漫的情况之下 然后可能是一些人为的疏忽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点燃了这些粉尘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城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造成它的伤亡人数也是很多 那当天这个爆炸之后 因为这个一下子上升的人数很多 所以说当地可以说是整个昆山的当时的 我听说整个昆山的那个消防车 还接下来旁边苏州啊 泰仓的那些消防车 几乎都到那边去去抢救了 然后那边的那个医院也是人满为坏 因为就要抢救这些伤害 然后因为它也是台资的工厂 所以说当地的台商 长三角的台商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关心 然后也透过很多管道去了解情况 那国强这起事件造成了哪些的影响呢 这些影响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因为它是台资的工厂 那台资的工厂的话 以往台资的工厂在大陆 当然有的时候做起事情来会稍微方便一些 可是因为这个爆炸案实在是太严重了 连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讲话了 总理李克强也讲话了 因为这个中央领导讲话了 所以说地方就非常的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的是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这个中荣是台资的工厂 它的负责人是台湾人 但是这些负责人工厂的这个负责人 将来要面对的这个法律问题 这个是比较棘手的 虽然这个死者跟伤者里面没有台湾人 但是这些幸存的这些台籍干部主管 他们将来要面对的法律问题 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赔偿的问题 这个赔偿的问题呢 因为死者已经有七十几个人 那受伤的人已经两三百个人了 那再加上这个事情 在大幅的报道之后 加上我刚才讲的大陆的这个中央领导也重视 那这个赔偿问题到最后官方势必会介入 那在官方介入的情况之下 这个赔偿数字基本上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这个中荣这一家公司未来的营运 将会是很大的影响 更何况如果他的这个负责人 以及他公司里面的人想要复工的话 那你要复工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赔偿的问题 你都要先解决 在大陆的话 你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 你这家公司想要复工 因为他的工厂已经爆掉了嘛 所以说到时候可能你工厂就涉及到要重建的问题 那到时候你相关的证兆 如果你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你可能连拿都拿不到 那他的这个复工 那可能就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情况 另外再来看 就是日前高雄也发生了重大气暴事件 不晓得这件事情在大陆台商方面 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这个气暴坦白讲 很多台商看到这个气暴之后 他们是很挂心 所以说像是上海 还有北京这边的台商 第一时间就纷纷慷慨解决 那依我在北京来讲 北京的台商协会就捐了五百万 然后呢那个台湾发机的这个乔夫集团 现在把重心 比较转到北京这边来发展的这个乔夫集团 它也捐了五百万 所以光一个北京就捐了一成万 那上海那边呢也捐了五百万 代表整个大陆台商的这个台气连呢 也捐了不少钱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台商他是高雄人嘛 那看到这样的家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也是会感同身受 那而且国内我们台湾国内的这个媒体 对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还是大篇幅的报道 那这个上后万急 现在看起来也有点棘手 这个台商对这个事情是蛮关注的 这毕竟这是自己的故乡嘛 这是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是 所以我们看到两岸在近日发生的一些灾害事件 两岸在各界都有一些反应 也有一些援助跟捐助 希望这个灾后附件跟灾后抢救 能够顺利的进行 好 最后可以请国强 针对就是在五号的时候 两岸有举办金和会第六次会议 国强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会议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其实金和会本身最重要的一个成果 就是确定了要在八月底 重新来谈判有关货品贸易协议 也就是货贸协议 另外这个货品贸易协议 之前受到了反服贸运动的这个影响 然后中间陷入了一些僵局 有停了一段时间 那这一次的这个金和会 最大的成果就是确立了 赶快复弹 八月底来复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台湾最大的贸易对手就是南韩 南韩跟中国大陆 可能会在今年底就要签FTA 也就是自由贸易协议 那签了FTA之后 南韩的东西可以用很低的关税 甚至零关税迈到大陆去 那对我们来讲会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金和会上面 我们的代表也跟大陆方面 有反映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其实担心的就是 因为服贸没有通过 货贸还没有弹出来 那如果说中国大陆跟韩国的FTA先签了 那对我们来讲 将会是一个比较不利的影响 那也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么大陆方面的回应呢 他只有说他们有对这个事情有准备 但是究竟是怎么一个准备的方式呢 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他们也没有明说 那这个金和会目前能够观察的 就是这两样 那也就是说货贸协议可以重谈 那目前是预定8月底开始继续谈判 至于这个FTA 因为中央FTA对我们的ECFA后期协定 也就是服贸贸贸啊 担担解决机制这些的影响呢 目前可能就是说 双方还在一个协调的阶段 但是大陆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他们不会等台湾 他们并不会因为说 这个服贸贸贸没有签出来 然后就会影响他们跟其他国家签FTA 然后进行所谓的经济自由化的 这样的一个脚步 他们是不会停的 这一点供大家参考 是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访问到庄社区北京记者邱国强 针对云南发生强症 还有高雄以及大陆的昆山呢 相继发生爆炸事件 以及第六次两岸金融会 有哪些焦点 为我们做观察分析 非常谢谢国强接种访问 谢谢您 谢谢